阿们 感谢赞美主 愿弟兄姊妹们喜乐 愿恩典与平安 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 今天下午的健康话语训练 我们来进入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阿们 在这一章 说到我们的主耶稣 被抓 被查验 被审判 被判刑 最后主为着完成救赎而被定死 阿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 有明确的目标 有明确的托付和使命 特别是在西伯来书第十章 第七节说到 于是我说 看啊 我来了 神啊 是要实行你的旨意 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主耶税上的主耶税来到地上 有伟大的使命和托付 主来为着神的旨意可以成就 阿们 弟兄姊妹们 主耶税是这样 祂是神的长子 我们是神的众子 今天我们身在世上 有神托付给我们的目的 目标和使命 就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 完成神的心意 我们每一位信徒 都需要意识到这一件事 阿们 因此 大概在两千多年前 主耶稣基督来 主之所以需要来 是因为人已经堕落了 毁坏人的罪被带了进来 因着一个人就是亚当 众人就都被构成了罪人 带尽了死和过犯 但是神爱世人 神不愿让任何一个人灭亡 他就拆他的儿子来 说是拆他的儿子来 其实就是神自己来到地上 就是神成为肉体 神有两次伟大的成为 为着完成着伟大的使命和心意 阿们 一就是成为肉体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神为什么需要成为肉体呢 为着像人一样 有血有肉 为着能够流血 因为罪人堕落了 若要得着救赎 就需要流血 如果没有血流出 罪就不能得赦 因此就需要流血 神就需要成为人 哦 主耶稣 然后 当主定死 完成了救赎之后 主在第三天复活 被埋葬 并在第三天复活 就有了第二次的成为 就是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四十五节下 末后的亚当 成了次生命的灵 主不仅是成就了外面的救赎 来解决我们的罪 主作为神的羔羊 除去了人的罪 除去了罪 没有罪了 但里面虚空 也还不完全 因此 主需要成为 次生命的临近来 分次生命 供应我们 阿妹 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 感谢主 这就完成了 神所托付的使命 恢复 回到起初 能够有份于生命术 这位基督就是生命术 阿妹 分次主自己给我们 感谢赞美主 因此在这第十八章 是给我们 认识 看见 主还需要被捉 并被查验 定死的一章 为着完成这使命 在第一节说到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从门徒出去 过了吉伦西 在那里有一个园子 他和门徒进去了 这里的园子 就是克西玛尼园 主去那里做什么呢 阿妹弟兄姊妹们 主去那里为着祷告 克西玛尼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炸油机 压榨橄榄 使之成油 阿妹 哦 主耶稣 因此弟兄姊妹们 在这里 主耶稣 去克西玛尼园里祷告 主祷告了三次 这里的三次 不是指着说 一二三 乃是指三次的原则 就是指一次又一次 为着这伟大的使命 不住地祷告 主怎么祷告的呢 我父啊 若是可能 就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阿妹 主还要喝杯 这杯就是愤怒的杯 这杯是罪人的份 每一个罪人犯了罪之后 他们所得的份 就是火狐 主耶稣是灭亡 但主耶稣来 来顶替罪人的这一份 因为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入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远的生命 主愿意喝着愤怒的杯 借着三次的祷告 一次又一次的祷告 当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说到 主祷告时 汉珠如大雪点滴 落在地上 大道如雪点一样 说明在那次祷告中 主是被重重压榨 因为要去定死 要替罪人去接受愤怒的杯 这是极大的征战 主耶稣祷告一次 两次 三次 第一次祷告完来找门徒 主的门徒都睡着了 哦 主耶稣 主耶稣怎么说 马太福音26章41节 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室友 你们的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要警醒祷告 主耶稣和门徒在这里截然不同 门徒不祷告反而睡着了 但主耶稣祷告 警醒祷告 也不是为自己祷告 乃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而祷告 阿们 我们需要祷告 向主教导我们的 马太福音六章九节的祷告榜样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要为完成神的旨意祷告 为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能真实的成就 这是我们基督徒极其需要的 极其需要认识到的 哦主耶稣 问我们自己 今天作为基督徒 我们祷告了吗 有些人说 我常常祷告 一天三次 但他是饭前祷告 一天三次 那也还好 至少在吃饭前会祷告 有许多人吃饭前也不祷告 忘记了祷告的事 祷告就是不在他们的脑子里 这样的基督徒 是会软弱 失败的 不能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我们需要不住祷告 主嘱咐我们说 要不住的祷告 基督徒需要祷告 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 若我们不祷告 我们就会陷入室友 我们就会软弱 被撒旦击败而失败 就不能够完成神的心愿与旨意 哦 主耶稣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 很大的不同 主耶稣是祷告的人 实时祷告 主无论做大事还是小事 都祷告 但主的门徒做什么呢 大部分都没有祷告 这就是问题 因此 借着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叫主能喝着愤怒的杯 喝愤怒的杯 不是一件普普通通 我们就能做的事 哦 主耶稣 但主 借着定死完成了 定死 在这里就是顶替罪人 接受愤怒的杯 所以 尽管主是神的儿子 主耶仍需要有许多的祷告 三次的原则 不住的祷告 能够得辙加力 直到有神的同在 使之能够有能力 有力量 能够喜乐的上十字架 为着人完成救赎 但弟兄姊妹们 因着门徒不是祷告的人 可以看出 第一个不祷告的人是谁 加略人犹大 第二节说到 出卖耶稣的犹大 是被盗的人 主耶稣说 同我吃饭的人 举起脚跟踢我 是谁 就是加略人犹大 背叛出卖了主耶稣 哦 主耶稣 这个人一定不祷告 结果 就是被引诱 被鬼利用 成为鬼的工具 我们需要成为 被神使用的媒介 但如果我们不祷告 神就不能使用我们 神不会蹂躏我们 结果就是被仇敌利用 就像犹大 被撒旦利用 出卖主耶稣 哦 主耶稣 犹大领了一队兵 来捉拿主耶稣 拿着火把 灯笼 武器 来抓主耶稣 哦 主耶稣 然后主耶稣就出来说 你们找谁 主耶稣 因着有祷告 非常刚强 不是看见犹大 带着兵来就逃跑 不是 主耶稣不逃 而找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 来找拿撒勒人耶稣 主耶稣说 我是 出卖主的犹大 也站在那里 当耶稣回答说 我是 他们就退后 倒在地上 这里 是很特别的记载 我们看见 我们的这位 主耶稣基督 乃是神 有时候 主在地上 主就彰显出 他的神性 为什么 主回答说 我是 他们就倒在地上 是因为怕 主耶稣吗 他们若是害怕 就不会来抓主了 若照着 主耶稣的人性来说 他只是一个 拿撒勒人 算不得什么 也一样是人 但主还有神性 神性 乃是伟大的我是 我是 就是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伟大的 我是 那我是 主乃是一切 主是神 也是人 是一切 哈利路亚 主是 我们人 人不是 人只是尘土 人什么都不是 只有主 是伟大的 我是 因此 当我们 站在主的面前 我们需要 算上自己的一切 都还算不得什么 因为我们 只是尘土 不能站立在 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 什么都不是 主是伟大的 我是 主是神 是人 是救主 是成就 救赎者 是生命 是荣耀的盼望 是我们的一切 为着伟大的 我是 哈利路亚 就是耶和华 我是 那我是 阿们 感谢赞美主 在之后 主耶稣 回答说 我已经 告诉你们 我是 你们若找我 就让这些人 走吧 主耶稣 有怜悯的心 怜悯 这些主的门徒 不想让主的 门徒 受苦 像主一样 被抓 让他们 得释放 主愿意被抓 感谢赞美主 然后他们 就来抓主 主耶稣说 你所赐给我的人 我一个 也没有失落 每一个 赐给主的人 神所赐的人 主都 忠信地照顾 不让一个 失落 阿们 主是好牧人 一百只羊 里面缺了一只 主都愿意撇下 九十九只 去寻找那一只 直到寻见 喜乐的回来 这是牧人 这是对主的人用心 牧养他们 爱他们 爱他们到极点 甚至为他们舍命 允命 这是对我们来说 真正牧人的榜样 感谢赞美主 当他们来抓主耶稣的时候 西门彼得 削掉了 马勒谷的诱饵 将大祭司 奴仆的耳朵 砍掉了 哦 主耶稣 然后主耶稣说 收刀入鞘吧 这里给我们看见 彼得不祷告 祷告不够 所以他所彰显出来的 不是属灵的能力 但却是肉体 消掉别人的耳朵 是肉体斗争的事 在圣经中的斗争 是属灵的征战 不是属肉体的 因为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 乃是与诸天界里的 邪灵征战 与魔鬼撒旦征战 我们不能用血肉的兵器 我们要用属灵的兵器 我们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 以福所书六章里 全副的军装 若要穿上 要使用 就需要各样的祷告和祈求 若没有各样的祷告和祈求 就不能使用这军装 彼得不祷告 只有睡着 主耶稣来见他 却看见他睡着了 主就说要警醒祷告 只有祷告 才能与魔鬼征战 才能得胜 才能使用全副的军装 但这里彼得没有使用 属灵的军装 用了外面的军装 是属肉体的 这是失败 门徒的失败 有许多时候 我们有心爱主 我们说 我们为着主在地上的权益征战 要小心谨慎 站来站去都是肉体 这在神面前是错的 这是得罪神的 我们需要在灵里征战 需要借着许多的祷告 圣徒们需要意识到这事 要祷告 如果不祷告 神就不做事 若不祷告 神在我们身上就没有路 主耶稣祷告 神就使用主耶稣来完成使命 门徒们不祷告 就不能成就什么 哦主耶稣 再之后 十二节往后 他们就把主抓走了 抓了之后就有查验 来查验审讯主耶稣 主耶稣作为神的羔羊 来到地上 约翰一章二十九节说 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之罪的 在逾越节 我们在旧约就知道了 对于犹太子民是极大的拯救 每一个人 要杀逾越节的羔羊 把血涂在门昧门框上 然后就吃逾越节羔羊的肉 阴间的使者就越过去 不击杀他们 因为看见了门上的血 所以羊羔就预表了 我们的基督 主耶稣基督 在逾越节这天 要被定 但是 在杀逾越节羔羔羔之前 犹太人 要把那只羊抓来 受查验四天 在当月初十日 被选取并查验 没有残疾 没有瑕疵 没有斑点 需要完美无瑕 然后在当月十四日 就杀了逾越节的羊羔 主耶稣也一样 主是神的羔羊 主也需要经过查验 显微没有瑕疵 没有斑点 没有残疾 简单来说 就是没有罪 其实主在生出之后 就是没有罪的 为什么呢 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 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 男人的后裔 从亚当出生 是亚当的子孙 亚当是罪人 我们有亚当的基因 我们也是罪人 遗传下来的 但主耶稣不是来自亚当 主是女人的后裔 世界玛利亚 从圣灵成孕的 因此出生 就是主耶稣 能够将神的子民 从罪中拯救出来的 主耶稣必须没有罪 才能救罪人脱离罪 如果主耶稣有罪的因素 还怎么去救罪人呢 瞎子给瞎子领路 就会一起掉入深渊 主是眼睛好的人 主才能给瞎子领路 进入正确的目标 进入正确的道路 因此主耶稣没有罪 在圣经中 例如罗马书告诉我们 罗马八章三节 告诉我们这件事 罗马书八章三节 是非常清楚的经节 这节说到 律法 因肉体而软弱 有所不能的神 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 并为着罪 拆来了自己的儿子 这里说 罪之肉体的样式 主耶稣来 是生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 只有样式 罪之肉体的样式 是没有罪的 只有样式 这就可以联系到铜蛇 在旧约中的铜蛇 蛇欲表撒旦 蛇有蛇毒 蛇毒欲表罪 但主耶稣就好像铜蛇 摩西在旷野 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主就是铜蛇 只有蛇外面的样式 但没有蛇毒 没有罪 这里我们需要清楚 还有另一处经节 清楚地说到主没有罪 就是希伯来书 四章十五节 因我们并非有一位 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 他乃是在各方面受过适有 与我们一样 就是主在各方面受过适有 与我们一样 只是没有罪 主耶稣没有罪 主是没有罪的 阿们 哦主耶稣 所以主还需要经过查验 为着里里外外确认 里面没有罪 也经过确认外面也没有罪 所以宗教的人 政客们都来查验主 最后比拉多就说 没有查出主的罪 没有什么错的 阿们 但主需要被钉死 为什么呢 主没有罪 主却愿意为了我们成为罪 主来担当了人的罪 主愿意 主愿意钉在十字架上 是在代替我们死的地位上 没有罪 为什么来替死 因为主愿意担当人的罪 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 前三个小时 他被人迫害 后三小时 受神审判 为什么呢 那时遍地都黑暗了 神的审判 来临也带来黑暗 甚至主呼喊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弃绝我 因为主正在担当人的罪 主没有罪 但愿意成为罪 担当我们的罪 甚至父也暂时地丢弃它 为着完成伟大的救赎和使命 主愿意替我们受痛苦 主愿意被压榨 为着成为由 成为我们的供应 成为次生命的灵 进到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生命 感谢赞美主 这就是主 在同一时间 当主正在被查验时 有一件大事发生 就是彼得 又是彼得 彼得消掉了 马勒谷的诱饵 这事过了 这是肉体天然的事 因为不祷告 之后又来了 这次是三次否认主 哦 主耶稣 为什么他否认主 因为缺少祷告 不祷告 不警醒祷告 主耶稣说了要警醒祷告 但门徒们仍然睡着了 彼得带头不祷告 不祷告 不祷告就做错事 否认主三次 这就成为了彼得的问题 当查验主耶稣的时候 天气很冷 在十八节 奴仆和差役 因为寒冷 就生了炭火 站着烤火 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 主耶稣没有烤火 主耶稣正在受苦 被查验 正遭受艰难 正被戏弄 正受折辱 哦 主耶稣 但彼得还在烤火 在温暖之中 使自己有乐趣 舒适 在这样的状态下 还有时间坐着烤火 为着自己的享受 老师将要定死 将要被杀 但他自己 还有时间坐着烤火 哦 主耶稣 他因与主同死 但在那种情形下 他与主同死太难了 因为他不是祷告的人 当不祷告就无法做到 只能烤火 如果一个人不祷告 他就只为着自己的权益 为着自己的享受 冷一点就忍受不了 麻烦或亏损一点 就忍受不了 遇见一点苦难 就忍受不了 哦 主耶稣 这样的烤火 使他三次否认主 在最后 主已经说过了 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刚开始 主说主要被定死 彼得说 无论如何 他要与主一同死 主说 你会否认我 彼得说 我就算死也不会否认 彼得很刚强 但都是从天然和自己来的 最后的结果 真的否认了主三次 在27节 彼得又不承认 立刻就叫了 否认了三次 但是有一处经节 在 马可福音 14章72节说到 鸡叫两遍以前 你要三次否认我 马可福音在这里的记载很特别 在约翰福音 只是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但马可福音说 鸡叫两遍以前 你要三次否认我 这里到底哪个是准确的 怎么不一样呢 因为主在这里说到的鸡名 是自然的律 就是鸡名 鸡会打鸣 在早晨之前 有两次 照着罗马 在晚上分为四个时间段 每个时间段大概三个小时 第三个时间段 大概是凌晨三点 四点 鸡就会明一次 然后第四个时间段结束 大概早晨六点 鸡就又明一次 这是鸡的天性 主耶稣说 鸡叫两遍以前 你要三次否认我 阿明 所以在那晚 他们正在查验主耶稣 彼得在烤火 看门的使女说 这也是主的人 彼得就否认 否认又否认 否认了三次 即正常的明了两遍 他就想起主耶稣说 鸡叫两遍以前 你要三次否认我 鸡鸣了一次 然后鸡鸣第二次 重复的发声 第一次鸡鸣时 彼得可能还在烤火 还不自知 第二次鸡鸣时 肯定自知了 是再一次的重复提醒 然后彼得就哭了 哦 主耶稣 他三次否认了主 他是带头 绝对跟随主的人 但最后他三次否认主 在这里 主有他的目的和旨意 就是有时候 我们太厉害了 天然太强了 神就使我们破碎 破碎的方法 就好像 借三次否认主 使之丢失脸面 没有脸面再来见主 当这样时 就没有脸面再来见主 哦 主耶稣 来到马可福音 十六章七节 主耶稣复活了 主就顾惜 有特别的顾到 那里就记载说 你们要去告诉 他的门徒和彼得说 这里用词 和彼得 记载在马可福音 十六章七节 简单来说 叫彼得得了 七倍的加强 若不然 彼得就没有脸 来见主了 他否认了主三次 羞愧难当 肯定软弱 退后无力了 但感谢主 因着和彼得 哈利路亚 来加强彼得 使之有胆量 继续跟随主耶稣 为主所用 最后这位彼得 主就对他说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对他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彼得成为了 重要的牧人 照顾神的群羊 最后 彼得成为了 为着教会 为着主名的 殉道者 像主一样 定十字架 但是是道定 这是照着历史 知道的 感谢赞美主 因此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要祷告 为着成就神的旨意 主耶稣如何需要祷告 我们就更需要祷告 如果我们不祷告 我们可能就会用血肉的兵器 如果我们不祷告 我们基督徒可能会否认主 不要说只有三次 会比三次更多 哦 主耶稣 但我们若是祷告的人 哈利路亚 阿命 神就会加强我们 主就会与我们同在 一同真实地完成神的使命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 我们是神的众子 是主的弟兄 主如何完成神托付的使命 今天 神托付给我们伟大的使命 就是成为建造教会的一份子 阿命 我们需要有份于喜乐的受苦 基督患难的圈契 就是教会 基督的身体 一同完成建造 感谢赞美主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着刚才 挖散弟兄的分享 我们感谢主 弟兄刚才已经带领我们 看过了约翰福音 十八章 一至二十七节 在我们进入剩下的经文之前 我有一点负担 先要跟弟兄姊妹交通 弟兄姊妹 在约翰福音十八章至二十章 这里讲 生命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 是为着凡增 所以 这三章的经文都说到 救主的死和复活 是为着什么 乃是为着凡增 是为着生命的凡增 如果我们去读 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 我们会看见 基督死的目的 是为着救赎的工作 比如说在 马太福音 二十七章四十六节 当主耶稣 定在十字架上时 他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 弃绝我 弟兄姊妹 当基督定死在十字架上 神弃绝了基督 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时 基督担负了我们的罪 担负了整个人类的罪 并且成为罪 是因着我们成为了罪 除此之外 在路加二十三章 就说到两个犯人 当基督定死在十字架上 这两个人也定在十字架上 但是一个人得救了 另一个人却受审判了 却沉沦了 所以这就启示 让我们看见 在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基督的死 乃是为着救赎的工作 但弟兄姊妹 当我们来读 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 在约翰福音 有很多特别的例子 这些的例子 没有记载在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 比如说 在约翰福音 十九章三十四节 那里说 唯有一个冰 用枪扎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弟兄姊妹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 不仅仅说是 由血流出来 这里还说 由水从他的肋旁流出来 这个水乃是预表基督 这里的水 这里所流出来的水 乃是预表主的生命流出来 除此之外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也告诉我们 实际上这节的经文 乃是弟兄姊妹 大部分都很熟悉的经文 这里说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弟兄姊妹 我们试想一下 在这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知道这节经文 乃是说到基督的死 但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 就会看见 基督在这里的死 不是为着来完成救出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说这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 就不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 所以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的死是为着什么呢 乃是为着繁增 是为着生命的扩增 所以这样在约翰福音的例子 还有很多 但是这些的例子都启示 让我们看见一件事 那就是约翰福音 乃是生命的福音 弟兄姊妹 在约翰福音 我们看见这位基督 他是神的彰显 他成了肉体 是在地上为人生活 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 当主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目的是为什么 乃是为着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 不仅仅是把他生命释放出来而已 他还要把这生命分次 并且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成为我们的生命 使这个生命能够得着扩增 能够得着繁增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这样的看见 乃是相当重要的看见 如果我们这样来读约翰福音 就会把这本的福音书 与神的经纶有一个联系 弟兄姊妹还记得吗 在这周的诚心告诉我们 当我们来读旧约的时候 我们要把旧约连于神的经纶 但事实上不仅仅是读旧约而已 我们要去把它连于神的经纶 当我们来读整本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那本的书连于神的经纶 所以在约翰福音就清楚地启示我们 基督的死不仅仅是为着救赎而已 不仅仅是为着来完成这救赎的工作 基督的死乃是为着将他的生命分赐出来 是为着凡赎 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 今天当我们信主之前 世人不仅仅只是罪人而已 直到今天 世人他们大部分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大部分的基督徒他只看见自己是个罪人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作为一个罪人 我们是需要救赎的工作 我们也需要主来为我们成为罪 是为着来完成这救赎的工作 但在另一面弟兄姊妹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罪人而已 我们还是死人 这个点是大部分的基督徒 不太能看见的 但是在以弗所二章 那里保罗怎么讲呢 以弗所二章一节说 我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 所以我们不仅仅只是个罪人而已 弟兄姊妹 我们还是死人 对于罪人需要主的救赎 但是对于死人 我们所需要的 不仅仅是他救赎的工作 我们所需要的乃是生命 哈利路亚 所以主的死不仅仅是为着来完成救赎的工作 他的死还将神的生命释放出来 为着能够把这个生命分次到我们的里面 为着来点火我们 使我们能够与主一同的复活 哈利路亚 感谢神 为着基督的救赎 我们感谢他 那是启示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些经文 刚才挖三弟兄已经告诉我们了 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 对不起 是十二节到二十七节 这部分的经文乃是说到 为犹太人按着他们宗教中神的律法所查验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十八节 直到第三十八节 弟兄姊妹 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至三十八节 说到主是为外邦人 按着他们政治上人的法律所查验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八章 我们看见主不仅仅是为犹太人所查验 我们的主还为外邦人所查验 但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的查验 最后都证明说 主乃是一个没有瑕疵 完全没有任何瑕疵的人 他就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羊羔 一面我们看见这样的查验 就暴露出 不论是犹太人也好 还是外邦人也好 他们都是在黑暗中的人 没有公平 但另一面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见 借着这样的查验 就来证明说 我们的主 他有资格 来为我们受死 借着这样的查验 就让我们看见 我们的主 乃是毫无瑕疵的一位 因此 在人的历史里面 只有主这一个人 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人 有资格来为我们受死 哈利路亚 感谢神 这里我们来看经文 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 至三十二节 这些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 基督的死 实际上乃是在神的主宰之下的 基督的死 乃是神所预先预定的 这里我们读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说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 结往总督府去 二十九节说 比拉多就出来 到他们那里说 你们拿什么控告这人 这人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 三十节 他们就是犹太人 他们回答说 这人若不是作恶的 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 三十一节 比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自己把他带去 按照你们的律法审判他吧 犹太人说 我们杀人是不可的 这里我想要解释一下 在那个时候 因着 犹太人 他们是在 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即使他们决定说 主要被制死 但是他们却没有权柄去杀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要来看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怎样说呢 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 那指明他将要怎样死的话 这里说 他要怎样死 乃是说主的死 乃是要以怎样的死法去受死 我们 记得在约翰福音 主耶稣在那里说 他自己要被举起 除此之外 照着旧约中的预言 我们要会看见 主乃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如果是照着 犹太人处决罪犯的方法的话 他们就会用石头去打死那个罪犯 但如果主乃是以这种方式被制死的话 他的死就不能够照着在旧约中的预言而应验 但是感谢神 在主受死前不久 罗马帝国就制定了新的法律说 这个罪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主就是这样被处死的 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看见 即使主的死 这里也证明让我们看见说 主的死它不是偶然的 主的死乃是神所预定的 主的死乃是神所预先预定的 这个是我们从28到32节所看见的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33到38节 这一处的经文让我们看见 这里看外面好像是说比拉多他是审判官 这里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受比拉多的审判 但是当我们读这些经文 特别是第37和38节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事实上 这位审判官乃是神 是耶稣基督 被审判的人乃是比拉多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 我们来看37节 37节说比拉多就对他说 这样你不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为要给真理做见证 凡数真理的人就听我的声音 阿们 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讲呢 主耶稣在这里说话的意思是什么 主耶稣乃是说凡数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声音 弟兄姊妹 实际上在37节 我们看见主来曝露 比拉多的光景 比拉多他是一个政治家 事实上他知道主是无罪的 实际上在38节他已经查验过了 他没有看见他在主耶稣的身上查不出什么罪来 但因着比拉多他害怕犹太人 他就不敢释放主耶稣 所以借着37节主就来曝露比拉多说 事实上他是一个不中性的人 他是一个不正直的人 他是一个不真的人 因此当比拉多被曝露之后 在38节比拉多他怎么说呢 他就问主说真理是什么 欧弟兄姊妹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基督自己 真理就是基督 就是神和神的话 除了神和神的话之外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 没有公平 没有真正的公平 所以当比拉多在37和38节 被主耶稣曝露之后 比拉多他就不敢来审判耶稣基督 我们来看继续看38节 这里比拉多怎么说呢 比拉多就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定罪的 比拉多不仅仅是不敢审判主耶稣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见 比拉多被曝露了 他被主审判了 比拉多乃是被主的尊严所审判 哈利路亚感谢神 之后我们来看39节这里说 但你们有个规矩 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 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 实际上这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 这个政治乃是黑暗的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比拉多他查验过了主耶稣 实际上他不敢去审判 最后他们也找不出 在主耶稣身上找不出任何的错误和罪 如果照着罗马帝国的律法 主耶稣要被释放 但是在这里 因着比拉多他害怕犹太人 他就去问犹太人 这怎么是可能的事呢 而是照着犹太人的规矩 所以39节就曝露 让我们看到这个黑暗的政治 之后来到第40节 他们就是这些犹太人怎么说呢 他们就喊着说不要这人 要巴拉巴 这巴拉巴是谁呢 这里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弟兄姊妹 他们不要基督 他们要强盗 所以在40节就曝露 让我们看见什么呢 看见这个盲目的宗教 所以在约翰福音18章 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 乃是被人的不公不义所判刑 实际上人是没有公义的 并且是盲目的宗教 经文里面 一章一节至十一节 看见主是自愿且勇敢交出自己 为什么主能够自愿且勇敢交出自己呢 弟兄弟兄告诉我们 乃是因着主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因着主是一个祷告的人 但是在另一面 我们也要看见主 不仅仅是一个祷告的人而已 主 他还是生命 感谢主 因着主 他是生命 所以主就能够自愿且勇敢地交出自己 因为死是不能够拘禁生命的 因为死不能够吞灭基督 主的生命 耶稣基督自己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 我们看见主 他自己就是生命 因着主是生命 他的生命能够征服死亡 他的生命能够吞灭死亡 所以看外面 好像是说 这个盲目的宗教和黑暗的政治 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的主乃是自愿且勇敢交出自己 换句说法 如果主不是把他自己交出来的话 别人是不能够去抓住主耶稣的 别人也是不能够来制死主耶稣的 所以我们这里清楚地看见 在约翰福音十八章 就让我们看见 我们的主 他是生命 他不仅仅有能力 他还有权柄 他有能力和权柄 因着主有能力和权柄 所以主能够来弃绝死 他也能够拣选进入死亡 经过死亡 并且从死亡中出来 进入到复活里面 哈利路亚 因为我们的主是生命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看见 因着主 他是生命 阿们 现今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光景 与那个时候的耶稣基督去做对比 刚才我们讲了彼得的情形 彼得三次否认主 为什么彼得要否认耶稣基督呢 因为彼得怕死 实际上我们没有资格去讲彼得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当我们遇见死亡 没有谁是不怕死的 哦 主耶稣 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和权柄 去弃绝这个死 去制伏死 只有生命能够治死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八章 就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 他有能力和权柄 他能够弃绝死 他能够征服死 他还能够 能够吞灭死亡 他进入死亡 但是他却能够从死亡中出来 进入到复活里面 现今我们要看见 这个生命在哪里呢 那个时候生命还没有进到彼得里面 但是现今这个生命 进到了我们的里面 这个神圣的生命 现今就在我们的里面 今天弟兄就强调祷告的负担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看重我们的祷告 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 不是借着我们的天然 如果倚靠我们的天然 我们就与彼得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感谢神 现今这个神圣的生命 这个吞灭死亡的生命 已经住在我们的灵里 我们要借着这个生命 照着这个生命去生活 当我们遇见死亡 就是我们能够像主那样 乃是勇敢且自愿地教出自己 这个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18章 所看见并得者的启示 谢谢大家